台东中华投注战季8月中开出威力彩3奖之后 9月4号又开出了精彩539投奖 虽然不是一注独得 不过奖金还是有480万 短短半个月接连开出两次大奖 业者很开心 只说是刚出生的金孙带着柴运 预估搭上大乐透中秋加码活动 买气有望再提升三成 贴出红单庆贺开出投奖 虽然不是一注独得 但奖金仍高达480万元 这间位在台东中华路上的投注战 似乎受到财神业的眷顾 今年8月间威力彩投奖累积27亿 投注战就开出了中6码的三奖 时隔半个月又开出精彩539的投奖 离业者都不敢置信 那天开那个是差一点点 这次开始是投彩539 孙子刚生 所以是这个运气带来的 原来代彩的幸运心是属牛的金孙 不过中奖人是谁 业者虽然没有印象 但推断应该是常客 而近期彩券投注随着威力彩 大乐透投奖纷纷出炉 热度稍微减弱 但仍有不少死忠的顾客 冲着投注战高中奖率 每周花百元小的投注 希望一元富翁梦 我之前有在这边中过两万块 所以我市场会来这边买 9月4号开出的精彩539投奖 开出五注 分别落在新北 桃园台中高雄和台东 台东中华投注站是六都之外 县市唯一中奖的地方 业者也有信心 金孙代财 加上大乐透中秋加码活动 预估买器 有望再提升三成 继续山家会台东市报道